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后排 打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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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打出一个天外飞仙 意想不到 这小球真是在这个时间 这个进球的时间也很关键 85分钟 虽然我们看 又是亚里山德里尼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2比2 亚里山德里尼虽然不是一个纯正的封线上或者编路的球员 但是他这一拿身体一对抗 这个球落地弹下 确实是一个非常舒服的这样一个高度 这小球连停带过 紧接着连贯打出了一个落叶球 这小球无可挑剔啊 而且对于手边来说 这球几乎就是无解的 对 无解 贴着边往进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 以封线上的队员 前场队员逆足打 这个就是好处 在这场比赛当中 亚里山德里尼肩负起了组织和竞争 赛场 一直向进行一跳 中路能不能传过来 有机会 王伟最后不断地去压 不断地通过直线的代球去压 最后传球的时机包括点难 应该说还是不错的 邵不良这个球快速的下地 也是这个球打了一个 你好 亚里山德里尼 那么今天打进了两个非常精彩的进球 尤其是第二个球扳平了比分 对于自己和全队的发配 偅吃法 Vera 对於自己和全队的发射 Sport 现在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比赛 对上海的比赛 很满意 然后今天的比赛我也打进了两个禁销 很满意 但是我也很遗憾 因为第三次机会没有把握住 没有为球队赢得胜利 球队今天配得上这一场胜利 不错今天 现在就是好好恢复 准备人家下一场比赛 今天是黄海的比赛 中超之后的第一次机会 对自己和团队 这个赛季有什么样的目标和期待 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次过去的一场比赛 因为昨天是一场比赛 一场比赛的比赛 现在是一场比赛 跟一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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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一场比赛 一场比赛 今天取得这第一场比赛 很重要 我也很开心 现在 也 阮队也付出了很多努力 现在是正确拿下第一场比赛 就这些